嗨,大家好,这里是雕龙小技 今天要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离线下载整个网页 比如这篇文章这个网页 有时候我们担心一些网页404看不了了 可以提前将整个网页下载下来 现在我已经离线下载下来了 然后我将网断了 再打开这个网页 基本上可以将整个网页的所有信息都下载下来 然后整个白板也不会乱 甚至这里面的超链接都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没联网 这样就可以代替复制或者截读 以前Chrome乱器提供了离线下载和保存整个文件网页的方法 需要在开发者模式打开 但是现在已经将这个功能关掉了 比如我们搜一下 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插件来帮忙 这个视频我分享一个好用的插件 以及怎样下载安装这个插件 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博客 老郭众树 这是我的大本音 内容更加丰富 我的编程笔记 建站和当站站的分享 从小白开始做视频的过程 及经验教训 赚钱案例 等等这些 这里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你可以访问谷歌应用商店 直接搜索这个插件的名字就可以了 就这个 然后再先安装 这样就完成安装了 但是如果你不能访问这个应用商店 可能需要离线安装 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插件的离线安装包 现在我来将这个插件通过离线的方式安装 当然后面这部分 如果你知道的话就不用看了 我先将它删了 打开更多工具 找到拓展程序 先将刚才的安装包拖进来 这样就安装上了 当然这里有两种特殊情况 首先如果下载插件时碰到这样的提示 那我们是继续下载 不要放弃 因为离线安装插件是不符合常规的使用的 其次当我们将插件往这个界面拖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提示 程序报无效 这也是离线安装插件很常见的问题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可能要麻烦一点 先将开发者模式打开 将这个插件重命名一下 改成RAR或者ZIP 也就是压缩文件 改的过程中会有提示 使用RAR 然后再减压 再来加上这个已经减压的文件夹 这里 然后选择 一般来说到这一步就已经可以了 如果这样子还不行 可能需要将这个文件夹重命名一下 将前面的这个下滑线删掉 然后再保存 再来加上这个文件夹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 至于使用的话很简单 点击它就可以了 保存 或者也可以右键保存 可以看一下 这只是我保存一些重要内容的方法之一 将整个网页下载下来 还有比如通过印象笔记来检查 或者将整个网页保存成毒片或者PDF 这些下个视频再分享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或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雕龙小剑